-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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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哇好香啊 因為我們節目竟然有第二集 - 耶!! - 自己訪記的 - risen! - 哇好喝啊 - 菠蘿味! - 你那個呢? - 菠蘿味? - 辣椒油味 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 我们讲回今天的主题 大家打工多久? 几年 半年 这份工作? 整个职业生涯? 五年以内 差不多了 除了打工以外,有没有什么创业的经历? 也有 因为前几年很流行韩风炸鸡 K-POP 我当时也迷了一阵 韩国的衣服 好像也有得做 当时我也在量地 没有工作 纯粹是货分 你真的飞去韩国 入货买回香港 你在香港开店 刚刚流行网购 或网购 一个款 一定要拿两款以上 可以不同颜色 我当时 很喜欢 入我自己的 有些风格 谁知道原来是不行的 原来不是很多人都喜欢我的风格 也很合理 我不是说你的风格 是穿衣服的风格 骨架像你那样 不,我喜欢 我喜欢小件小的衣服 不是不喜欢不穿衣服 你平时好像很质疑 因为全部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做 入货 还有拍照 拍照 因为我要拍照 你做模特 是啊 OK 是啊 不是 不行 OK 完全很OK 然后发现了一个问题 原来我是做不到这么多事情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去聘用人 因为规模太小 因为规模太小 规模太小 而且我没有钱 那就是 因为拿了些钱去入货 OK 而且也是搞 online shop 也不是不用被铺租 是的 那你平时有没有搞什么退货 免费被人换 那些online shop 我有 打到明了 我说不接受退货 哦 但其实我觉得在online的世界 是不能退货 很难做的 我觉得现在的世界有很多online shop 就是 竞争首先是很大的 而且有些是大一点的online shop 他真的可以放很多的牌子进去 其实那个竞争性是会强一点的 就是one man band去做是有点难度的 这个炒车很正常 他们一个人做 又要拍照 又要入货 入货 入货又要去寄 还有我不够快 我不够那些 Sara 上车 那些货换 没办法 因为现在的世界是什么 Fast Fashion 对 他们是将那条供应链压缩得很短 所以可能两三星期 他已经可以换完一堆货 但普通人是会做到这样的 你是不是暈了 你是不是醉了 他已经暈了太好了 I'm not the background I'm also here 其实你们喝的这个 就是我朋友去创业的啤酒 这个可以介绍一下 你们每个人的包装不是一样的 除了它不同的味道之外 其实它这个是手工啤酒 是一个不同的方法 它会将一些调就师的特色 就放在这个图片里面 所以不是觉得很漂亮 很贪美 很有趣才会放上去 它们的品牌做得很好 所以我才觉得这些可以创业成功 即是怎样做品牌 怎样做品牌 怎样做marketing 是的 每一罐都有不同的调酒丝 然后再帮它出这个英雄的sticker 可以让自己慢慢试 让完一罐就试一试 就慢慢放上去上网买 好像Miu 这样做作客成功了 为什么人家成功不行 现在有没有做到多大规模 有什么业务范围 它有教学生 每一堂就可能三四十个学生 去报名 有些餐厅 其实一般超市都有得买 真的吗 是的 它是一个成功的创业故事 是的 它是成功的 Miu的对比很大 下次请他来分享一下 我知道Miu有很多idea 其实没有一样做到 我说一下 Miu真的有一个idea 我听完他这个故事 我觉得我都可以在房间里 种东西 不是 做一个创业的机会 是 现在房子 现在房子 现在房子也很大 刚才说房子也很大 可以说快一点 令人走上 不是 我想说 它可以让啤酒 我都可以在家里种菇 种菇 就是吃菇菌 怎么种 有一次去吃火锅 然后 现在很流行 立刻先扎 先扎菇 就是真的有位置给你自己扎 不是 它弄了一盆东西 可能有木糠碎 然后有很多菇 死我没试过 很流行 那些瘦珍菇 那些巴巴菇 然后就剪下来 直接扔到火锅里吃 不用洗 是的 那当然不要了 你不要常常弄人 你当时都不是很好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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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30万本金,把他炒,炒,很想炒 让你平反一下,当年你有少年古实之称 我让你平反了 我由少年,已经变成中年了 当年那30万是借回来的 我问我家人,我每天每天借的,我有还 你晚上真的很疼你 也可以这么说 你还得到 我还得到,幸好你没有输 当时我拿钱来做投资,买股票 也有幸运的成分 你认不认自己是少年股神? 其实也不认 好了,让你平反一下 对了,谢谢你 为什么要烧到我那里? 其实不加我肆胃 很重要 我已经说中姑了,又烧到我那里 不要说中姑了 例如你有30万本金 还有我们在喝这个红波波 搞到红波波的啤酒的故事 我叫你不要喝这么多 对了,你是不是不忍耐 究竟很敏感 是的,我现在很热 也是一个成功的故事 其实很多普遍的人都未必有这个本金 或者没有这个本事去创业 其实是否都是打工最稳定呢 还是有什么提示可以让他们尝试一下创业 其实我觉得创业或者要做些投资 其实真的有风险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看别人好的一面 例如啤酒 因为他现在成功了 大家觉得创业好像真的有得做 但是其实很多人好像 好像有些朋友那样 不一定创业一定成功的 对吧 我没说你 我想这么说 所以凡事不要只看好的一面 但我觉得这个年代 其实试试创业也是好事 我相信阿Mill也是这么想的 其实创业学到一些东西 不是上班的时候的过程中 学到的 是的,我真的学了很多东西 你发觉原来自己做模特儿 对了一盘盛业 不是模特儿 是计数 有没有好样呢 没有 是否年轻人要尽早做创业呢 其实我说真的 我也是过来人 我之前七八年都是打工 两年前自己都叫做正式去创业 我觉得年轻一点去试这件事 要不然每个人都有家庭 其实真的会没有那团火 是的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还有 有时候你真的看到有些机会 我又觉得应该去试 因为工作什么时候都可以打 我又不觉得这个世界 你要去找工作 会找不到工作 趁没有有很多家庭 或者负担的时候 尝试一下 对了 不如你结婚 生孩子 你真是很难的 正正想想 对吧 其实创业这件事 香港市场已经 感觉上好像很饱和 我想听得最多的都是开食肆 甚至奶茶 对了 都是饮品 就是食物类的 对 食物类的东西 但是可能其他行业 好像已经很空 都没有听过多少创业 就像以前我爸的年代 他说很多朋友都一起去创业 冲出去 他又说我们开一家什么什么公司 可能做一些trading 可能买卖 可能赚到钱 对了 现在好像行业已经不断不断很窄 而且很饱和 我觉得是困难了 譬如铺租什么成本 好像Mill 你说你开一家时装店 真的很大 9万多人在做 对 其实好像有时想起来 是没有什么 好像很好做 但我觉得 另一个角度去看 现在的机会 有人肯投资 又找到投资者的机会 是大了的 因为现在很多创投基金 或我们身边的朋友 突然搞一档给你中沽 我们可能会支持你 我觉得容易一些 有钱这方面的资源 所以 其实 我什么时候都是这样的 其实要创业都不是困难的 或者最后真的创了业 又做得好是很困难的 今时今的年轻人 如果真的要创业 就要找一些 一来自己有neach的地方 二来可能真的要选一些 你正在做事 可能不用太高成本 如果你一开始已经很高成本 就要租个地铺 有很大地方 请很多人 其实可能分钟 都未熬到一两个月 已经死跪了 我觉得这件事是有点难的 而且我不知道 可能基于我自己的创业经验 我想整件事 很多时候人们都要看一个故事 知道你背后 可能要好好做好些市场 社交媒体 或者各式各样的东西 例如你说你要种菇 可以吗? 有没有想法? 我不评论这个种菇 可以吗? 但可能你要想个故事 你纯粹说 床鞋底种 然后又可以很方便 拿来吃 我觉得好像听下去 养生 养生 养生计划 现在很多人都很喜欢 要自家种 要没有农药的朋友 对 没有农药的朋友 对 对 我认为可以 可能你要用一个这样的角度 来计划一些人 对 想一个好的题材 做好一些市场 我想到了 一个slogan很厉害 我们 若要吃苦菇 必须自家种 各位在民众中中筹 我们夹钱呢? 不用中筹 这些低成本的 低成本高效益 又对身体好 我拜你 对吗? 不过我们年轻人 假设自己创业 刚刚啊 投资一下 我帮你打定 你三个人 谢谢 我们帮你不做了 下集前 我们会换到几个女主持 刚才Larry说到 年轻人应该趁年轻的时候 尝试去创业先 那我们现在三个女生 就去创业先了 就这样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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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3 5 6 6 7